迪丽热巴就像出国留学的天真 她的美貌在拍摄新真人秀时风靡一时 迪丽热巴在让我们开始推理第二季中的服装 受到了网友的好评 被认为像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富佳女 在备受期待的真人秀节目 《猜猜我是谁》第二季中 迪丽热巴以她精致的美貌和无可挑剔的风格 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最近迪丽热巴和其他演员白宇、周杰琼、刘宇宁、张灵鹤的服装 预览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轰动 引起了中国娱乐圈的关注 迪丽热巴的魅力再次成为焦点 网友们纷纷赞美她的服饰 将其比作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富佳女 她身穿民族风的套装 搭配卷发和醒目的红色天鹅绒发饰 迪丽热巴的时尚选择在各种在线平台上 引发了讨论 当得知他们最近录制了节目的主题曲时 演员们的形象更加令人兴奋 让我们开始推理第二季的期待值很高 由这四位中国娱乐界的知名人物共同推动 这并不是迪丽热巴第一次以她经验的容貌引起轰动 不久前 这位新疆美女在一场高调的活动中 以她独特的桃花眼妆风格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她身穿一件优雅的粉色连衣裙 展现了她完美的肤色 让许多人称她为现实中的仙女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 关于迪丽热巴的光彩照人的外表的讨论 她的桃花眼妆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话题 迪丽热巴出生于1992年 来自中国新疆 她已经成为中国娱乐界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 她的成功不仅归功于她迷人的美貌 还归功于她魅力十足的个性和出色的演技 近年来 迪丽热巴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她在众多的大片电影和电视剧中 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存在感 这位新疆美女的受欢迎程度不仅限于荧幕 她还一直位居中国娱乐界的顶尖阶层 她的时尚感和参与真人秀节目 进一步巩固了她作为娱乐界最强手的人才之一的地位 在粉丝们热切期待猜猜我是谁第二季的发布之际 迪丽热巴的魅力继续俘获人心 占据头条 再次证明了她是中国娱乐界的真正瑰宝 最后 我们想听听大家对让我们开始推理第二季 中迪丽热巴的外表和风格的看法和感受 请在评论部分留下您的意见和评论 我们将很乐意阅读您的评论 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有趣且引人入胜 请不要忘记点击喜欢按钮并分享它 以便每个人都可以陪伴和讨论这个话题 谢谢你和我们在一起 肖战的坚韧 在央视的支持下从阴影崛起成名 在不断演变的娱乐行业中 战胜逆境的故事往往引人注目 一个深深吸引观众的故事 就是中国演员肖战的征程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 肖战的兼任和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的意外支持扭转了局势 使他的东山再起成为引人入胜的话题 肖战的过山车之旅始于2020年的R27事件 这一转折点给他蒸蒸日上的职业生涯 投下一片阴影 在遭受负面宣传和自家粉丝的反抗后 他陷入了10个月的韬光养晦 然而 俗话说 黑夜最深处只有60分钟 肖战走出阴影 开始了一段自我救赎之旅 在这一救赎过程中 最显著的因素之一是CCTV的坚定支持 尤其体现在反疫情剧最美逆行者中 尽管在剧中的角色有限 CCTV的支持成为肖战东山再起的希望之光 这部剧不仅展示了他的演技 还证明了在激烈竞争的娱乐行业中 机构支持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 正如俗话所说 伟大的力量伴随着伟大的责任 肖战新获得的支持并非一帆风顺 来自网络批评者的激烈反对试图 影响CCTV对他的支持 引发了粉丝和评论者之间的冲突 数字战场上爆发激烈争论 一些粉丝表达对肖战的同情和鼓励 期待他能坚韧不拔 成功重返聚光灯下 CCTV并未因网络风波而动摇 继续在肖战的复苏中发挥关键作用 他参与CCTV的节目 如三杨节 显著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 该网络对支持其艺人的承诺 更进一步通过解救未播出的剧集王牌部队 而得以体现 展示了对培养和推广其艺术家 职业生涯的罕见奉献精神 肖战的付出成功引发了人们 对CCTV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有趣问题 是CCTV坚定的支持推动了他重返聚光灯下 还是肖战的决心和努力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肖战与CCTV关系的叙述被描绘为不可或缺 粉丝们亲切地开玩笑说他是该台的养子 这个俏皮的称号强调了演员与这家电视剧头之间深厚的联系 让观众思考CCTV对他职业道路的影响程度 肖战的经历成为娱乐行业多变而戏剧化本质的一个缩影 这个故事不仅仅关乎成功或失败 更关乎成长、坚韧以及个体在舞台上留下的影响 这个叙述鼓励人们反思才华与机构支持之间的共生关系 引发对在竞争激烈的娱乐世界中塑造艺术家命运的力量的问题 总之 从阴影到成名 肖战的付出是娱乐行业个体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CCTV等机构在塑造他们命运中所扮演角色的证明 无论是网络的支持 肖战的坚定决心 还是两者坚而有之 焦点始终放在演员的成长 他的努力 以及他在舞台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上 娱乐剧情仍在不断展开 邀请观众见证肖战演艺故事的下一章 就像肖战在《最美逆行者》中一样 或许他的《拟席之路》也将会被书写成一段动人的传奇 至于央视 或许他们只是他漫长征途中的一道风景 而真正能够成就他的 还是他自己的执着和努力 娱乐圈的每一幕都充满了悬念和戏剧性 而肖战的故事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无论是黑暗还是光明 都是他成长路上的一部分 最后 关于翟莉热巴和肖战的故事 不仅仅是中国娱乐界的亮点 更是关于坚持和胆识的故事 翟莉热巴 如同一只吸引眼球的针 以他的灿烂容颜和对艺术的热情 赢得了观众的心 而肖战则在央视的有力支持下 成功战胜重重困难 重新回到聚光灯下 回首过去 我们清晰地看到娱乐界 不仅仅是大明星的舞台 更是一个见证不懈努力和不断创新的地方 翟莉热巴和肖战成为了这个领域 多元和生命力的典范 请继续与我们同行 关注这个充满色彩的娱乐世界中的 有趣故事和意外情境 感谢观众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期待在即将到来的新闻中再次相遇 祝愿大家有一个愉快且充满活力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